中越战争,越军溃逃丢下一件东西,被我军缴获,五元甲,欲派人抢回,亮山市越南北部城市为亮山省首府,亮山市距首都河内十八公里,距离中越边境一百三十公里,梁山地理位置重要,为河内的门户只要守住亮山,就能把敌人阻挡在越北的山野丛林之外。 相反,若拿下亮山就能轻而易举的踏平河内因此亮山作为军事要地,成为了中越双方军队争夺的对象。 亮山之战战况非常激烈,1979年3月1号,越军紧急从河内调集首都防卫军精锐308师进行分援,并允许他们使用国际法明令禁止在战场上使用的化学武器。 说起这个308师跟中国的渊源,还是颇深的中越关系非常好的时期,中国帮助越南训练了这支军队,现在造成了越南的精锐部队。 越南的望恩负义和丧心病狂使亮山之战,我军的总指挥官老将许是有怒不可恶。 3月1号早上解放军炮兵300门火炮骑射越军阵地,半小时内发射炮弹数万枚愤怒的学士有命令明天黎明我军展开攻击前,不能看见亮山,有一间完整的房子。 在场的解放军战士们也是一份填膺,到了3月4号解放军两个师部,从侧翼突击越军308师越军,被全间我军成功拿下了亮山战役结束后。 解放军打扫战场,实时得了越军308师的荣誉旗当年,越南的胡志明视察越军308师时亲手送给该师一面荣誉旗,没想到308师被我军打得纷纷溃逃,竟将他丢在了战场上,变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胡志明,在越南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他送给308师的荣誉旗,就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身为军人荣誉比生命更重要,越军总指挥五元甲,作为曾经胡志明的心腹,知道我军缴获了他们的荣誉旗,后他大发雷霆命令道,不管死多少人都要把他夺回来。 五元甲是越南政府的亲华人士,但自从后台胡志明去世后,受到了政敌李笋的排挤,这次战争李笋身边没有人能扛得起这份重任。 而五元甲又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将,因此李笋不得不亲自请五元甲挂帅出征人而,他没能像看法抗美战争那样取得胜利。 因为这次他的对手是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抵抗,但不过是唐碧当车子不量力,最后还在逃跑过程中,弄丢了象征他们至高荣誉的荣誉旗,既然成了解放军的战略品牌,多少人都想不回去的。 谢谢大家